位于武汉市菜店区知音湖畔的火神山医院 共边设床位1000张 由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管理使用 2月22号 记者跟随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医病区主任董宇超 走进火神山医院病区 火神山医院虽然是个临时搭建的医院 但是呢 医院要开展展开医院的工作 要具备的功能 我们都完全具备 穿戴好防护用品 在董宇超的带领下 记者先后经过数十道防护门 才进入被称为红区的外走廊及隔离病房 自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以来 董宇超负责的病区先后收治了60名患者 每日例行查房是董宇超和他的同事们的必修课 记者看到 病房内空调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 房间还有WiFi 智能报警 医护对讲等多种功能 病房内均有两张或者三张床位 并设置有一个观察窗和传递窗 我们这个内种是半污染区 病房就是污染区 所以这点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专用的两道门的窗口来进行传递物资 比如说中文中病人的午饭我们就放在这里 让病人在那边开门自己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窗里面还有紫外线消毒灯 里面就算病人取过东西以后 它残留的病毒也可以被紫外线进行杀灭 据董宇超介绍 每个病房都配有固养系统和负压抽吸系统 还设置了新风排风系统 大家可以看 那么外面的新鲜的洁净的空气 从这个窗口送到我们病房里面 然后在病房的两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管道 下面是悬空的 那么在病房的空气就从这个管道回抽 回抽出去 回抽出去以后进行处理以后在排放的大气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防止了病房和病房内外的空气 自由的流通 病房形成一个相对负压的环境 而且抽出来的气体也有一定的处理 减少了病房对外界的影响 自1月25号随队抵达武汉后 董宇超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奋战在一线 董宇超说 在里面工作几个小时 比参加抗争救灾时 背着40公斤的医疗物资走一天山路 更累 更危险 但是即便如此 所有医务人员只要进入工作状态 都会打起12分精神 作为一个军人 作为一个医生 双重的职责都要求我们 在这样的时候应该往前冲 我们的队伍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要零感染 通过我们医务人员的零感染 真正向社会宣传一种战胜疾病的信心 传递一种真正的正能量 22号当日 71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走出火神山医院大门 这也是火神山医院组建以来 出院人数最多的一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